大家好 我是阿杨 现在在我大舅嫂子家晾晒衣服呢 昨天回家拿着我女儿的衣服拿过来短袖什么东西 今天在我大舅嫂子家洗了 洗了之后在这晾晒呢 昨天说回来之后去我二舅个家呢 现在来到我大舅个家里面 这三个放学了回来了 十二点放学 十二点放学后就不用再去了 这样就在家里面下午就玩 我们这边上学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有多少课中午直接上完 这些上完下午就玩 他们几个回来脱鞋的脱鞋 脱衣服的脱衣服 因为太热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 屋里面刚好不热 去房间就有一点热了 我女儿都出汗了 今天早上七点多钟 他们就走了八点上课 然后途中有休息 休息 然后其他的时间都在上课 上课就是 他们不知道是六节课还是四节课 直接上完 他们现在回家之后 他们也没有作业 没有作业 然后就是下午想干嘛干嘛 他们这边现在小学学生不留作业的 其实说实话 我看这几天有很多这个粉丝留言说 当初我们往这边来 如果要是不来的话 有可能我老婆也不会去世 其实在咱们中国也有得这个败血症的 这个败血症在咱们中国也不好治疗 因为我也打电话问过医生 医生也说了 他说在咱们中国也不好治疗 然后在咱们中国也就是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70% 其实咱们中国的这个医疗条件啊 比他们这边好很多 这个是真的 刚开始我们往这边来的时候 是想往这边来保胎 有很多人肯定会说 跑到那边保胎 中国不比那边也好很多嘛 其实我老婆在中国 他就是咱们那边的饭 当时他不想吃 他只想吃他们这边的饭 所以经过考虑我和我妈商量 所以才决定回来的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种情况 如果知道会出这种情况的话 说啥都不会往这边来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在这边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家人都知道还是什么情况 如果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 如果得了这个病 如果没有抢救好的话 到时候会比较麻烦 他们肯定嚷嚷着要去中国 当然一去中国 肯定是不是我丈夫娘一个人去 包括我二舅哥他们也会跟着去 反过来说 是我去世的话 留着我老婆带着我女儿 到时候我女儿受罪肯定受很大的罪 就算我老婆她不再找啊 到时候他们在这边生活也很难 就算他再找一个 我女儿到时候也会受很大的罪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不可能说平白无故的去养一个和他们不相关的一个小孩 现在如果说我要是把我女儿带回国了 就算以后我再找 除了我找到了那个老婆 不是我女儿的家人 在我们老家那边 你像我哥呀 我叔叔啊 婶子 大娘 伯伯他们 还有我的父母 都是他的亲人 还有就是有粉丝留言说 过不了半年 我丈夫娘会嚷嚷着再给我找一个 其实这个不现实 为什么说不现实 因为如果我丈夫娘要是到时候给我找一个 不说别的 就算说是他们家亲戚 如果找的是他们家亲戚到时候也会闹矛盾 因为东西他们会反目成仇 甚至会大大出手 这都有可能 因为他们这边的人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所以我丈夫娘给我找是不可能的 还有就是今天早上 我大舅嫂子又跟我说一遍 她说你到时候啥时候带着你女儿回中国的时候 她说我建议你把这些东西该卖的全部卖掉 她又跟我说一遍 因为前两天都已经跟我说了一次了 她说我知道你欠很多债 到时候你要很多钱去还债 因为我大舅嫂子知道和我大舅哥我在这边欠了一百多万的卢比嘛 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之前他们欠过上百万卢比 但是他们还了很长时间才还完 还了好几年 这一点家当我也不指望啊 到时候带着我女儿直接回国就行了 到时候我想带着我女儿回国 他们也是阻止不了的 因为我是小孩子的父亲 我有权利带着她去中国 因为现在没有她母亲了 只有我是她唯一的直系亲属了 所以说我带着她回去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是阿阳